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国际能够在民主界这方面 尤其在车用民主界这方面 能够提供更好的取决方案 国际集团董事长陈泰明 从陈绍曼和双胞胎姐姐陈绍桥六岁开始 就砸下上千万栽培两人学习马术 而经过多年洗礼 陈绍曼也在2006年度哈亚运 获得障碍超越个人赛银牌 两度获选亚运国手 之后便四处征战国际赛事 可惜的是过去几届奥运 都以微小差距无缘扣关 这次为了征战东奥 陈绍曼特定留职停薪 放下在苏富比的工作 拼了一年终于取得奥运资格 前一天更在IG写下 追逐了二十四年的梦想即将成真 如今国具二千金 如愿带着爱马踏上五环殿堂 虽然无缘决赛 却已经达成个人生涯和台湾体坛的里程碑 三立新闻 尝不倒